有嗎? 有 好來 那我們來看這邊 那我們看 我們在畫這種石膏或者是石雕像 我們應該這邊是用肉眼去看寬度跟長度 就是高度大於寬度 上下的長度大於左右的長度 那這時候當然是指的來畫 而且你一開始像這樣 用肉眼看就知道能夠分辨說 上下大於左右 所以你必須把上點跟下點定出來 有沒有問題? 那我們定出來 我們大概是這樣子把它設定 這點就是在這邊 然後設定下來 這點應該是在這邊的話 那所以這個就是它的總長度 有沒有問題? 沒有 好那我們看一下總長度 我這是水耳筆當作兩磅來用 把這個頂點頂到這邊 然後到手 到手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然後把它橫過來 左右去看 是不是在這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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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這樣是多少 比一半 比一半 比一半怎麼樣 比一半大一點喔 比一半大一點喔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那我們就知道說 我這邊一半是多少 我要先抓出來 一半怎麼抓 這樣抓 一半在這邊 這一半等於這一半 不然我們來人看看 有沒有 有 這邊一半 是的 抓到了沒 這怎麼抓 再講一遍 你用一個比較長的物件 頂點把它拉 比方說 頂點在這邊 我用這個長度 來抓 它就是在這邊 有沒有 然後把下面 來抓 就是在這邊 那這邊 就等這邊了 那這邊 再把它二分之一 用肉眼去看 就知道是這一點 那這次是一半啦 有沒有 有 這邊的一半 那我們剛剛講 寬度 是不是總長度的一半 又多一點點 是不是一半 又多一點點 那多多少 多多少 多多少 來看一下 在這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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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多少 這一半是不是在這邊 嗯 這樣 是不是多 大概只有這樣而已 就是這邊 這一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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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 一半 又多一點點 嗯 所以這一個 就是什麼 這一個是什麼 這一段 是什麼 橫的寬度 就是它的寬度嘛 然後我們就把它寬度 直接橫過來 那看這個在哪 大概是在這邊 橫過來 啊 過來一點好了 這邊 就是這邊嘛 啊這一塊呢 就是在這邊嘛 啊 這是一半喔 好 這就是這個雕像的 這一段啊 等這一段 我把它橫過來 橫過來 是不是 嗯 那就是說 在這條線上 一定會找到相對應的這一點 嗯 在這條線上 一定會找到相對應的這一點 嗯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也就是說 我整個石膏的範圍 我整個石膠的範圍 就是在這一個範圍裡面 呈現出來 呈現出來 懂嗎 懂 然後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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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一小塊 我是不是有預留空間 嗯 所以這一小塊的這邊 就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這樣是不是很好抓了 對 可是我們同學往往怎麼抓 膏子拿了 然後就頭在那邊抓 抓抓抓抓抓抓抓 我切掉了 娃娃娃不見了 娃娃不對了 你如果把東西放進去 是這樣放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不是拿了膏 然後就開始一直放 有的畫頭就這麼大 結果身體呢 哇 變腊筆小心啊 頭很大身體很小 不可以這樣子 嗯 你一定要把 上下 上 下 左 右 四點 東西南北 上下 左右四點 找出來 那個點在哪 就是這個範圍 在這些直線上的範圍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 這是打稿的一開始的 觀念要有 好 再來 第二個觀念 好 這範圍這樣沒問題 對啊 那我們先分段都好了 那我們先分段都好了 谢谢大家